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道全世界 我是鄭鴻宜 嘿,和你最會來開槓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道全世界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很特別 他是一位歌手 他是張涵雅 他是台南英雄的人 已經五度入圍金曲獎了 五度 對,第五次 入圍很多項大獎 但是還沒有 還沒有真的拿到 還沒中獎 沒中獎 那 我先請教你一下 就是說 你本來也是國小老師 也是歌手 你為什麼有辦法那麼會唱歌 我從小就很愛唱歌 很愛唱歌 爸爸愛唱歌 媽媽也愛唱歌 所以就是他們出去唱歌 我就跟著出去啊,聽聽 所以一些老歌都很愛唱 爸爸媽媽有歌要唱歌 我愛唱歌 我爸爸以前 在我心目中是小飛玉親 他唱飛玉親的歌 唱劉文正的歌都很厲害 所以我就 我自己在那裡愛唱歌 劉文正 現在大家還知道自己 飛玉親還可能知道 算劉文正可能不知道了 沒關係,我知道 就是我都會聽他 三不五時就在旁邊開演唱會 旁邊開演唱會 旁邊開演唱會 什麼意思 他就是很愛在他 三不五時想到他就可以 自己唱得很開心 媽媽也是 媽媽也是 媽媽是很愛聽我唱歌 爸爸因為他很會唱歌 所以他會比較 會聽我唱歌然後會教我 我覺得你這樣唱 不夠軟 我覺得你這樣唱 那動音不夠煮 煮菜人就給我教 我覺得這倒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發 就是說爸爸媽媽都很愛唱歌 在旁邊就開演唱會 那是一個什麼樣家庭的氛圍啊 其實講到家庭氛圍 我覺得我們都是 喜歡音樂的這個家庭 所以 音樂跟唱歌這件事情 是一個很重要的媒介 對 那 另外一個層面來看 我覺得也是因為這樣 我覺得我爸爸媽媽 也會對我 對於我唱歌這件事情 是保持著 開放的 對 他們是給我自由 給我空間去飛 對 他們不會說 好 不然你就好好去拚 做歌車 不會 也不會這樣講 因為其實老人 老人家他們比較會擔心不穩定 那我 我爸爸比較擔心 他會覺得說 你一個老師好好 你不去教材 你有什麼要去唱歌 對 但是他會黏黏黏黏 可是他還是會 只是稍微拉一下我 風箏還是給你飛 他會拉一下我說 你如果感到沒透明 你就是回去做老師 對 我說起來 像我的父母親 是一個嚴肅的人 對 特別是我爸爸 我爸爸做我的演 我爸爸就是那種 大家看到的眼神 都要退避三色 那種 那所以 我家裡聽不到歌聲 真的 其實我還蠻羨慕你的爸爸媽媽 隨隨便便就可以唱歌 那家裡的氣氛完全不一樣 是不太一樣 對嗎 你爸媽媽會玩假嗎 也是會啊 會喔 會的時候就用唱歌彎 那個韓雅也是國小的老師 他今年 不好意思 今年38歲 有些網路人都載 對不對 對 雖然是愛唱歌 是一件事情 可是要入圍金曲獎 而且五度入圍再就不容易 這個人哪唱什麼你知道 這個人哪唱你 你平常人說我媽媽吃的 你是業餘的 可是当你要转职业的时候 你一直比赛 然后一直得奖 甚至于国家入围 就是一种肯定 而且还五度入围 这个东西要把它刮唱好 需要有老师来调教吗 因为唱法或者各方面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太多 所谓的什么老师教 但是我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在磨练自己 我从小就很爱唱歌 那再参加各个大大小小的比赛 然后从国中高中到大学 参加比较大的比赛 大学毕业后正式参加 东森新人王跟星光大道 我觉得那个历程 都是一个慢慢调整自己 训练自己的模式 然后毕业后去助唱 助唱也是一个磨练的空间 你可以去尝试很多歌 很多唱法 一直到做专辑 专辑又是另外一块 很不一样的东西是 他不是你唱的好听就好 你如何要唱的细腻 跟把这些歌唱出他的精神 他可能像我这次的是 爵士的风格 就不会是像我们在pop唱歌 在外面唱歌那样 好像唱的好听就好 反正你要去琢磨 那个细致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花了十几年 甚至十几二十年去琢磨去探索自己 慢慢慢慢去磨出来的 对 因为我看这个红隆红他在接受他爸爸的调教 那是严格啊 要去日本然后什么东西不能吃 然后几点起床就要开始练 然后要开嗓要怎么样 哇我看我觉得后来我当然听 我喜欢听红隆红的歌 是 我看他的歌的技巧很多 对 但是我不懂啊 我是说像你需要这样的被磨练吗 这种技巧 还是说这是浑然天成 也没有浑然天成 其实我们也会去练 以前比较没有那么厉害 就是可能你会去从歌手 去听歌手 他这个转音是怎么转的 对 你去模仿 从模仿里面去学习 那后来像我这张爵士这张专辑 这次入围这张专辑 就是爵士嘛 其实我从来没有唱过爵士 所以这个这真的是有请一个 就是专门唱爵士的老师来教我 那个是完全不同领域 那我们也是平常都要慢慢 去琢磨自己的声音 还有什么样子的可塑性 你不要唱过 比如说像爵士 他就是跟我们一平常唱的不一样 他就是要怎么样轻轻唱 可是你要到位 对那个灵魂的味道要出来 待会我们会听到这个韩雅呢 今年入围的这首歌 叫做不怕差几岁 这首歌是不是你 要选择吴国宝 吴国宝就是他的老公 新竹市议员 对 对 对 因为他的老公五十一岁 对 盘亚三十八岁 差十三岁 是 不怕差几岁 年龄不是问题 对啊 其实也是要鼓励大家 其实就是有时候人跟人在一起是一种缘分 对对对 你根本不会去想到说 你会去嫁给一个差十几岁的人 其实也没想到 对啊 所以其实就是鼓励大家 这首歌就鼓励大家 不要去想太多了 不要去怕差几岁 不要怕身高的距离 刚才你爱的 身高距离到这是可以补足的 因为你椅子 椅子在够在 站起来就会 身高就补足了 人家说椅子在够在 但是我问你 因为这是题外话 就是说吴国宝也是我认识的 优秀的议员 新竹市 那么也高票当选 一直在高票当选 你 那边差十三岁 两个人生活有没有 人家说什么 世代的落差 多多少少有一点 因为我先生他是比较 毕竟是政治人物 他的性格上也比较拘谨 那我 你看我刚才说我们都是爱唱歌 乐观开朗的 对自由自在的 我爸爸妈妈也不太会管我 不是那种很严肃很严谨的人 那其实一开始想法上 观念上都会有点落差 我们就比如说穿衣服就好 然后可能年轻我可能就觉得穿个短裤 他就觉得你应该穿到膝盖啊 对就是之类的他就会 怕人看 对就说你应该穿个重的啊 你应该太多了 或者是 或者是 那后来听谁的 看场合 对 比如说我如果自己出门啊 跟我的朋友 我就会穿我自己喜欢的 小漏一下 对我就喜欢穿轻松嘛 就穿个短裤 穿个球鞋这样 如果是跟他出门 那我就会尊重他的想法 哎哟 哇啦 难道婚姻怎么 换他喜欢的 哈哈哈哈 那 那 比方说会有些人会录一下事业线 这样OK吗 当然是不行 不行啊 哈哈哈哈 对 没可以 没可以 那你没跟他老天的时候可以吗 没可以 这个部分我就比较不会 我就顶多会穿个短裤 短裤短裙 那这个他就是我就看场合 那咧 相间围露可以吗 可以可以 这个也可以 无秀的可以吗 可以 可是我老公就是比较保守一点 所以要尽量在他可以接受的状态下 所以我们会很少一起去逛街 因为看着衣服都没同样 哈哈哈哈 对 我想要买那娘他说那娘 没有 你们就全去卖穿了 哈哈哈哈 全去卖穿 哈哈哈哈 全去卖穿 哈哈哈哈哈哈 全去卖穿 对啊 我跟你说 年龄又帥穿到漂亮 真的威胁感很大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啊 他就是可能他的想法也比较传统一点点 我后面替你注意 哈哈哈哈 我们散步时 我们在做的吃饭 对 我来看他 如果女孩子穿得很久 我看他眼睛有点点看吗 哈哈哈哈 他如果他一直在看别人 然后又不准自己的太太这个穿 这样怎么可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好好 下次麻烦洪一哥 哈哈哈哈 韩雅他嫁给了新竹市议员吴国宝 吴国宝已经做了十几年的议员 对 每一任都能连任 而且越来越高票 对对 韩雅他跟他说 他薪水都给他冠出 对 他都没有进入自己的口袋 是 他没有薪水 他情有好利吗 哈哈哈哈 有啦 有啦 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事业嘛 所以他一直都会说 做议员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只是 真的是奉献的 对 因为他请了很多个助理 然后服务处也是每天在开 这件事情其实很很难有其他的议员 跟他一样 那因为他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他有自己的事业在支持着 一个建设公司 对 他有个自己的事业在支持着 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还好啦 还不会饿死 但是 对他还是蛮照顾的 一哥会给你多少 这咱可以说 哈哈哈哈 这咱可以说 可以啊 可以啊 当然也可以说 没啦 他就是 帮我当定存这样 每一个月就是固定多少钱 这样子存户头 但是 他有给我信用卡 他就说 你想要买什么 你就去买了 这样 所以 知道你怎么刷就对了 知道我怎么刷是对了 不过他看账单的时候也是会念一下 你还要什么 你还要什么 哈哈哈哈 不会啦 不会啦 他不会啦 他还蛮 我知道他不会 对他在很慷慨 哈哈哈 对 我这样好问 怎么会坚持 稍微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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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觉得还蛮舒服的 现在冷汗有点 哈哈哈 被有点流汗 这个啊 吴国保议员 跟韩雅 国家应该颁奖给你们 对 因为哦 娶婆到现在几年了 其实差不多 五年嘛 五年已经生三年了 对对对 老实说现在是少子化 好啊 哎 身先四足啊 啊 对 晚上拼命就住 哈哈哈 没有 不是 是因为哦 这个 这真的都是缘分 嗯 对 然后 我分享一个猪蜜的 哦哦哦 生三个嘛 对 那三个都很小的 哎哎哎哎哎哎 啊拼命都在睡觉的时候 对 要睡觉的时候就很麻烦 因为 三个可能都会有哭啊 泡奶的时候 哇 啊不用啦 那时候 达妹妹的弟 老三刚出生 嗯 然后老大老二都还蛮小 嗯 我就在那哄老大老二 啊老三在旁边哭 对 我说 老公你帮忙一下 你把妹妹抱起来 就哄他一下这样 对对对 啊他就去抱起来 我在这里打打打 他说 我这个海 可在做这件事 我都突然觉得 你视野蛮可怜的 你要告诉他 佛家 佛家说啊 纵什么因得什么果 你今天在这里打 半面在这里打 就是因为你有一天太冲动 对啊 我就觉得因为他自己也做阿公了 他也是当阿公了 因为他有个前妻 小孩已经结婚了 所以他可能觉得说他都这把年纪了 还在抱他自己的小孩这么小 我跟你说 50岁的男人比较知道 怎么去教养自己的小孩 以前比较没经养 现在知道说应该要用耐性 要各方面 不是坏事 对啦 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一直到现在他开始 以前他的确不会跟小孩玩 不太有互动 那自从我那边的小孩出生之后 我觉得我可能会多少跟他讲 去找爸爸 去跟爸爸玩 然后现在会 就是在床上 给小孩当马骑 对 然后慢慢有一些互动 这个叫老马仕途 似途老马 然后可能也会间接的去影响他之前的小孩跟他之间的互动 会 反而会更好 关系会更好 对 反而会更知道怎么跟小孩互动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 他真的把伯母 起来抱小孩 这样 伯母 不是伯母 就是准备要睡小孩 小孩准备要睡觉的时候 我跟你说 你跟他说 既然三个 他要这样出来红 就多一个也没关系 我们曾经开玩笑过 我说 两男一女 差一块 没再一个好吗 再来一个两个 相相对对 万年富贵 他说 我两个男朋友 两个女朋友 你感觉怎么样 我说 你别闹了 好吗 我说 拜托 真的好 可以 真的吗 他这样讲吗 真的 他有去结扎了吗 还没 那就表示他讲假的 没有 那不会不会不会 这个 对 三个恰恰好了 我跟你说 布 我熄熄到我村里 那人身体太好了 好 这个我们 现在访问的是 五度入围金取奖的 台语歌手 那么 而且是入围最佳 台语歌手的张涵雅 那我们等一下继续请教 来先休息一下 第一个稳住 第二个稳住 小玉 我们下车 一番 稳住 两个人 两个人 千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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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我们今天邀请到五度入围金曲奖的台语歌手张涵雅 涵雅不只这样 涵雅入围的是最佳台语女歌手今年 还有最佳台语专辑 还有年度专辑三个大奖 这很不容易 只可惜 我觉得评审眼光可以再调整一下 现在说话不太想要 不然就变新闻 樊茜茜说都有人喜欢 音乐也是 再接再厉 那不怕查几个月是明年要搅足的 对明年有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入围 对对对 等一下我们再来播 先请教你 你最欣赏的歌手是谁 哇 最欣赏的歌手 其实 以前 有啦有啦 我以前 其实很喜欢张慧妹 阿妹 对 然后一直到最近 自己开始唱台语歌的时候 其实我还蛮喜欢二姐江慧的 然后还有 我觉得许富凯也是 我觉得近几年很喜欢的歌手 你不用太喜欢许富凯 因为你竞争者 但我们虽然是不一样 因为他是男歌手 我是女歌手 比较不会有太多 就是竞争的机会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 一直最近很想要走他的 草访那个路线的是 肖黄琪老师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有自己的想法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然后不管是台语 还是国语 他都很有自己的味道 所以我也很希望 自己再唱台语 唱完之后 有机会我也想要做国语 对 今年该是华语了 不是说国语 对对华语 对对对 唱华语 唱华语歌 是 因为我觉得 譬如说你说江慧 是 我们江慧的 当然很特别的 他能够走入人心 是 市井小民的人心 而且我看他的歌比较不大 比较悲一点 是 那蔡琴他就 嗓音很浑厚 很浑厚 对 那阿妹就是我看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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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特别 对其实我反而觉得 那种声音不一定要很清亮 对 就有时候他带一点这种沙哑 或者是有一点 我觉得反而这种声音会更让人家觉得 可以感受到他要唱出来的那种歌曲的情境 对 所以你呢 你觉得你的特色是什么 我还在琢磨我自己的声音 因为我很希望自己的声音是有一个特殊的味道 大家一听到声音 这张涵亚 但我觉得我少了一点点这种特殊的声线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 目前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唱现场 因为我是一个人来风的人 我很喜欢那种 跟大家一起开心的那种氛围 融在一起 对 那你说 自己的声音的那种细致的东西 我还要再磨练 对 那要怎么磨 慢慢 不然你就把声带用的伴 这样也是不应的 声带必须 对吧 没有啦 我老公比较喜欢轻量的嗓音 所以也许说不定自己如果有机会 我们也可以像张青芳 芳姐那种路线也是不错 那我现在要先去琢磨自己的 对 特色 是是听说你从小右耳发烧都失聪了 对 所以我现在是右耳是听不到的 这样别完全听不 完全听不 有有有有有 所以就靠一个耳朵 那吴国宝跟你谈恋爱的时候是靠着右耳还是左耳 这个就是很好的问题 如果是右耳朵 如果是右耳朵代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没有啦 其实他那时候也没有特别注意这个 那因为我也很习惯坐在人家的右边 这样讲话就会听得比较清楚 以前可能都在左耳讲话啦 都跟我讲 他他会好好爱我好好照顾我 就会骗掉 我觉得吴国宝一定是没有在你的耳朵边讲话 他只用嘴唇就 那这个事情对你的就是歌唱生涯会有影响吗 就是只靠左耳 其实还好 因为这件事情是很小很小 在我还没有印象就已经存在的事实 所以他并没有影响我的生活 他我反而是已经习惯了这个生活 对但是比较困扰的是就是 有时候人要在我的右边讲话 我会听不到 那我听不到 我就会怕我会不会不小心得罪别人 就是可能他跟我讲话我没有听到 他可能以为我不理他 对这是对我来讲比较困扰 还有唱歌有时候会带EMO就是耳间听 对可是别人只可以带一个耳间听 另外一个都是可以听现场 可是我带了耳间听 我就听不到现场的声音了 就我只剩下一个 对对对 但我这个年纪我六十回了 嗯 我觉得我的世代被什么样的人影响 譬如说 Yap Kedin Yap Kedin比我年纪大很多了 大十几岁 可是我还是有受他影响 就那个年代 爱拼真要贏 哈哈哈哈 就那他那个对时代是有影响的 嗯 比方说一首歌爱拼真贏 他其实有精神层面 嗯 就是说那种那种精神灌输人家就说 哦我们做事情要拼 是哦 那当然也是耳熟能详嘛 譬如说凤飞飞 嗯 哦 他们以前唱什么 我是一片云 这些早期的什么琼瑶之类的 那你刚刚讲刘文贞 三月里的小雨 对对对对 后来哦 其实我很喜欢听啊 蔡琴的台语歌 我觉得还有包括二姐江会的 是哦 很多人就老实讲就有点讲不完 觉得他他都是一种对人心的抚慰 对 啊 陪伴 是哦 甚至洗涤 是哦 那求你 我说实在哦 因为我们还是真的有差距嘛 人心也差了22岁 嗯 就这几乎是差了一个世代 嗯 我觉得歌有变 嗯 譬如说我唱歌 台语老歌 我爸我母亲都会 那个时候 都会说你唱到那是什么 因为他们受日本 哦 啊 统治的影响 他们是日治时代的人 是 所以呢他们只听一本歌 什么美空盈雀 深进一啊之类的 那我们是听这一代的 那跟你们又不一样了 对对对 你觉得那个音乐的转进有不一样吗 有耶 嗯 其实我觉得差很多就像刚刚宏毅大哥讲的 我们光就台语歌来说好了 嗯 过去的台语歌他的确是比较 呃去感染 或者是用用歌声去抚慰 嗯 因为过去的人他们生活比较辛苦 嗯 对他们做做农的 做务农的 或者是生活上也没有那么富裕 嗯 那现代的歌曲 对 他走的是 因为现在大家其实生活算 已经条件时候已经很好了 对对 那年轻人其实也不太有吃苦的 呃 比较没有那么吃苦了 嗯 所以现在大家听的是一种感觉 嗯 听得很舒服或畅快 这件事情反而会 舒服畅快 对 哦 会让大家听得舒服畅快 会 呃 开心 这样 反而是这这一代听歌的一种 方向 趋势 嗯 就像现在年轻人的歌 他们都是比如说rap rap 或者是呃 嘻哈 嗯 或者是最电音这种 有 就是很强烈的感受 嗯 让他可以在 他的声光刺激 嗯 对 我觉得完全是不一样的路线 哦 对 这两种路线我其实都很喜欢 我一直到现在 我还是会 我还是很喜欢唱二姐的歌 哦 哪一首 比方说 比如说 拔杯 拔杯 哦 对 比如说他的 呃 比较老的 我以前其实很爱唱 二姐的老歌 老歌 像什么 假的 对啊 假的 爱你哪是骑人啊 这种比较老的歌 嗯 其实他那种老歌 反而会有他自己的味道 对对对对 对 还有还有那个 老虎虾 老虎虾 对 对我曾经唱老虎虾 唱到就是我的家人掉眼泪 哎呦 你好厉害哦 就是为什么家人会掉眼泪 感受很深 可能那时候可能 阿公爷爷刚走 刚走 刚走 可是所以所以家人可能对这种 亲情类的东西 会特别敏感 嗯 我们都还讲那么久都还没听你唱歌 对 好 你唱一首你最喜欢的歌好了 台语的吗 都可以 台语的好 都可以哦 我唱这一次专辑的新歌好了 好 没爱没什么 没爱没什么 上半场 对 感情爱小你 不是吃草蜜 那汤海浪被收拾 没得去腿腿 爱着抗掌饰 也没感觉吃开 应该去的帮他去 厉害 哇 突然考试有点紧张 对啊 随便的那个随堂考就考一百分了 哈哈哈哈 你不管什么时候发考卷都OK的 没有这个是也是属于比较轻快的歌啊 比较属于那种爵士类的那种 比如说我有去看巴布迪伦 他来台湾演唱的时候 其实他的票还蛮贵 对 一张票竟然要八千八千 而且坐好远 真的哦 我去听他一声 他得到诺贝尔 诺贝尔奖的时候 他是没有去领奖 我觉得这个人太 太值得佩服了 别人是积极盈盈看 有没有人提名他 得诺贝尔奖 提名而已 是 举荐啊 对 那有些人是得到了欢喜若狂 是 老实讲也应该欢喜若狂 因为诺贝尔奖 那真的是一年只半发几个奖项 对 可是他竟然不在乎 他不去领奖 嗯 那我就觉得说 哦 这人起来有 有性格 我觉得他哦 未来的历史定位就是说 会被认为说 他已经超越诺贝尔奖 所以你才不领嘛 是是是 那我 我因为这样子想去听听他的歌 是 巴布蒂伦 那我觉得巴布蒂伦 就是用文学表达的歌 他也是个文学家 也是一个歌唱家 这样子 那他带领了一个世代 展现了一种不一样的风格 我才刚才跟你问的 比如说凤飞飞啦 比如说江慧啦 他也是展现了一个世代 那你希望你的歌 啊 未来是被被怎么样看待的 有没有 一路三十年后啊 还是四十年后 嗯 还有一个年轻人 他又组织了一个节目 是 然后谈张涵雅 嗯 其实我 你有听 想过那一天吗 哎 我真的还没想过 但是我 我觉得这会是一个 嗯 努力的方向 对 对 因为一个人一辈子 如果只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好 嗯 那就值得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希望我在台语歌这件事情 嗯 我可以走出自己台语的风格出来 嗯 那像从第一张专辑 我走摇滚 对 第二张开始走电音 对 第三张也是电音 第四张开始走爵士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 我希望带给大家一个一个印象 就是哦 张涵雅 就是可以跟新时代的台语歌 张涵雅跟新时代的台语歌 可以画上等号 啊 新时代 这很重要 对 让大家 普天 普天 就是年轻人 嗯 也可以很愿意听的台语歌 现在年轻人要听台语歌吗 其实慢慢的有 嗯 茄子蛋 哦 茄子蛋 茄子蛋的台语歌 对 那其实有很多 慢慢的啦 我觉得像很多 很多 现在台语音就没怎么说 没怎么听台语歌 所以其实 他们听的是音乐 嗯 可是可以从音乐 去感染他们 在台语语言上面的接受 嗯 我觉得是一个好事 反而很多年轻人都不会讲台语嘛 对啊 对啊 可是我们从歌里面 嗯 去让他们了解 或让他们去接触台语 那会是一个 延续台语文化 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嗯 你有把你的孩子教台语吗 有啊 现在都说机能发型 哈哈哈哈 我大声啊 一岁半两岁半五岁 一岁半两岁半五岁 然后快快五岁四岁半 四岁半 哈哈哈哈 哇都有都有开始学台语 有 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 希望他们有机会是可以真的跟我们大人之间用台语来 公围 对因为 如果我们还没有教我们的孩子说台语啊 嗯 我觉得台语可能在几十年后的消息了 是 哎 现在我的的生活台台 Journal都是鑫人 Anderson 啊爸爸我们 Madame听着有 我们没什么人说 对对对对对 своей世纪會越不少 他们还演一我觉得只是有梨到ơi比大家差 所以我觉得 这�� affinity 这个五十年后台语就几乎消失 是 是很有可能 Catherine 是很有可能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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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怎麼教我们的孩子说台语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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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么教 但是 你家就好 你就盡量講台語 他去學校他一定是講國語 講法語 你家裡如果講台語 他就兩種語言都學起來了 對對對 那你是國小老師 老公又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然後他也在做議員 你就生三部三個小孩 照你說是有夠幸福的 老公 新娘家拿給你 水仔你刷 也沒有 這個幸福日子你過 結果你又這麼打拼 你還是要有一個夢想在追 對 其實我覺得當媽媽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人生必經的過程 可是你很難從當媽媽的這件事情 得到成就感 哦 對 當媽媽沒有幫我得到成就感嗎 可能他需要花20年你才可以感受到那個成就感 對 你現在說的小孩像我一歲半兩歲半跟四歲半 那過程其實是很辛苦的 他不斷在折磨你 你看說吃飯不要 洗澡不要 哈哈哈哈哈哈 你可能很難從這件事情得到成就感 婚姻也是一樣 對 就是他可能都是在消磨你的快樂感 可是其實他不是不好 只是這是人生嘛 對對 人生就是這樣 婚姻就是 就是吵吵鬧鬧 就是假的 瓜叔就是這樣 吵吵鬧鬧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自己的事業或是有自己的興趣去追求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會把媽媽就是媽媽這個角色或者是妻子這個角色的心理狀態會比較穩定 對 我覺得至少當你接觸音樂的時候我相信你的心情一定很不一樣 對 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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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感聞你三個關起來 說到這個洪宜大哥 你知道嗎 待會兒繼續說 先休息一下進廣告 可以 幾分之一 Ал碰到這個洪宜 就是三個洪宜 解擦 寫 寫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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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那不就是兩個是哥哥嘛 上面兩個哥哥一個妹妹啊 妹妹才一歲多啊 一歲多就捲入戰場了 妹妹才差勁 都是看兩個哥哥在打架有沒有 然後就默默飄到哥哥旁邊 然後扒下去 他才一歲多他有辦法這樣啊 因為可能哥哥以前都會欺負妹妹 妹妹就會學起來 所以現在妹妹就很會反擊耶 也用咬的耶 他吹去發出來了嗎 發出來了發出來了 那三個總會熟的朋友說 你真的打得很痛 那你就怎麼排解 就一個人抓一直走啊 趕快分開分開 那你總要解決 解決是非問題啊 那裡面有正義啊有邪惡啊 對所以要 現在老大 妹妹不會講話還很小 老二講不清楚 現在就只能問老大啊 所以就要把老大抓過來 你告訴我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對 想辦法排解 會不會帶小孩帶到哭啊 會耶 你覺得哭過 但我真的有時候真的自己可能已經 身心狀態很累了有沒有 已經EQ很快要崩潰了 然後呢 他可能又因為不想吃飯 不想睡覺 不想想要看電視 或是想做一些我平常可能不准他做的事情 可是又擄又哭又鬧 然後可能又又其他的又打架或 甚至太多你 當下你覺得媽媽的 媽媽的EQ已經 負荷不了了 所以小孩在那邊哭的時候我就跟他一起哭 或者是小孩可能就生氣就打你 打你喔 對 生氣的時候可能就揮手一打 那時候其實你已經很累了嘛 他這樣一打 我就可能說你怎麼可以打媽媽 他就在那邊 然後我也跟著哭 他反而就想說媽媽在哭 他反而就不畏哭了 他覺得他也嚇到 他覺得他也嚇到 想說現在是什麼情形 你跟阿婆說 也跟老公說 叫他回來帶一天小孩就好 他喔 我覺得他可以帶十分鐘已經很感動 因為他平常工作很忙 我知道我知道 我只是說開玩笑就是說 因為我們總是講說 男朋友去上班很辛苦 太太在家裡 照顧孩子沒有什麼事 那個很輕鬆 知道帶小孩是世界可能是最累的工作 真的 千萬不要想 因為除了帶 你不是只有滿足他吃喝拉撒 包括教育 包括心理的 心理的教育 其實都很重要 對 那時候阿婆是怎麼幫你教的 這還沒公開的 我也知道 我怎麼會特別去問 對啊 對啊 我們兩個的認識 其實是 真的是一個機緣 他的好朋友伴尾牙跟春舅 然後那時候我在 唱歌 對 我有在電視上比一個比賽 所以他們可能覺得我唱歌很好聽 他們邀請我 你的比賽齁 我講一下齁 你的比賽有 Superstar我要當歌手 超級星光大道 東升全球新人王 而且還拿總冠軍 對全球總冠軍 所以那時候是參加我要當歌手的那個節目 然後唱台語歌 他的好朋友伴尾牙跟春舅就覺得找我來唱 然後那時候他其實也沒有想那麼多 只是因為他的好朋友就說 欸欸 涵牙沒有男朋友 不錯喔 可能敲邊鼓而已啦 他就認真了 他就認真了 所以他就 從那一次初次見面 可是不熟 他心裡面其實有小路亂撞 只是不敢講出來 對他可能不敢講 對 可是從那時候大概有半年的時間 他們只要有建築工會有活動 他都找我去唱歌 喔 對 那就是立庭你囉 對 大概唱了半年 嗯 開始就約吃飯 對 那那時候也我也沒有想那麼多 想說欸 約吃飯好像很奇怪 所以可能也拒絕了他三四次 對 然後後來是因為啊 他因緣際會有一次真的是 我搭他的車要回家 對 他就說他要載我 順路載我回家而已 你啊 假的 結果順路就再去餐廳 還好你講的夠快 我以為順路就再去餐廳 就再去飯店 去吃飯啦 兩個人去吃飯 對 那一餐很不一樣 對就是第一次吃飯 我才跟欸 好像也沒有自己想那麼尷尬或不好 就是不好意思這樣 有燒了啦 有燒了 就這樣 就是陰錯陽常 吃了一頓飯 就覺得好像OK啦 就開始慢慢會有機會 偶爾吃個飯吃個飯 對對對 那大概一年的時間 一年的時間 對 他有怎麼跟你正式表白 他也是很可愛呢 他都在line上面跟我講說 外面的人都說我們要結婚了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我真的沒有跟別人講過 他看到他都不會 哈哈哈哈 他外面都認為你們是一對了啦 對 對 他就可能就是欸 外面的人都說我們要結婚了 哈哈哈哈 就自己也很不好意思這樣 慢慢的他就是 對 他就千千熟啊這樣 淘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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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你手也沒有收掉 對啊 淘堪 慢慢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 這樣戀愛多久 欸沒有很久呢 真正開始戀愛到結婚 差不多三個月 喔 這麼快喔 三四個月 顯然你覺得阿寶很好啦 但因為前面認識的時間 花很長的時間在認識 對 他追我大概有快一年 哈哈哈哈 然後所以花很多時間認識 最正式交往到結婚就很快了 對啊 他做過對你追求 做過最浪漫的事是什麼 最浪漫的事喔 對 那時候在追我的時候 我在台北工作啊 他在新竹嘛 對 他大概每一個禮拜 都會上來找我吃飯 每一個禮拜 對 然後結婚後我就跟他說 阿以前都可以每個禮拜吃飯 現在怎麼都沒有 哈哈哈哈 他其實是一個很 他很忙啊 都已經生小孩了 哈哈哈哈 但你這樣喔 你現在回想起來覺得 他能夠每一個禮拜播時間上來 對 跟你吃個飯 這件事情其實對他來講是一件 了不起的事了 是了不起的事情 對 對對對 對對對 他送你 算是幾顆啦 沒有耶 哈哈哈哈 有啦 沒有幾顆啦 這大大來啦 跟你開玩笑 跟你開玩笑 因為我知道阿布啊 不是小氣的人 對他不是小氣 但是他不是屬於浪漫的人 他是很務實的人 他不講 不講究情趣嗎 很不太會耶 真的喔 他不太懂浪漫 哈哈哈哈 對所以要浪漫就要自己製造 哈哈哈哈 以他怎麼跟你求婚的 講了什麼 有沒有跪下來 沒有 因為 因為我們那時候其實就是 說起來也是抱歉抱歉啦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 就有了小寶寶 然後就覺得那好 我們就去登記結婚 對 所以其實是很自然的情況下 那我就常常跟他開玩笑說 他強度觀山耶 所以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你好像少了一段 我的求婚怎麼都沒有這樣 我說不用求阿 我就是你的啦 不用求阿 還是很有企業家精神 對 對 那那時候要嫁的時候 差十三歲 那有想到這個 沒有耶 沒有啦 愛情就是最偉大的力量 對 爸爸媽媽怎麼說 爸爸媽媽 也覺得說 欸這個男生還蠻務實的啦 對 就是一個很踏實的男 很踏實的人 就是覺得還蠻放心的 對 阿寶不錯啦 真的阿寶不錯 阿寶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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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等一下我們就要來聽了 那因為五度入圍金曲獎了 而且今年還是最佳台語女歌手 最佳台語專輯 還有年度專輯 是 三項大獎 但是沒有得獎 你本來在頒獎前 禮拜六之前 會不會很期待很緊張 其實我是蠻期待的 我也希望自己其實第五次了 而且這張專輯我們也是很很做的很特別 對 那我本來是覺得應該也是有一點機會啦 對 但我覺得 啥也做啊 對嗎 對 智莊位也發了 對 手拿也要 手拿也要 這應該要讓我上台拿個獎盃喔 露露相有沒有 真的 沒有啦開玩笑 其實 你本來也沒有打算怎麼發表得獎幹耶 有 有 都準備好了對不對 對對對 都準備好 那沒有機會在哪裡講 我們在這裡講 如果我有上台的話 我可能會說 謝謝評審 我拿的終於是獎盃 不是奶瓶 哈哈哈哈 漂亮 對 終於有機會可以完成地方媽媽的小小心焉 真的 對 所以覺得可以鼓勵所有當媽媽的人 都要勇敢追求自己的風險 給你30秒跟評審講講話 哈哈哈哈 評審老師 我們很用心在唱歌也很用心在做專輯 給我們一個機會 哈哈哈哈 拿拿獎啊 哈哈哈哈 OK 明年他們的眼光會修正一下 好 好 那這個我們現在訪問的是張涵雅 她是五度入圍金曲獎 而且今年是三項大獎 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 歌有夠好聽的一個台語女歌手 這樣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她的這個新歌 叫 不怕插幾歲 來 而且是爵士樂 對是爵士 哎呀 了不起 以前你爵士樂並不是你的專攻嘛 對不對 對不是不是 特別特別好 來我們來分享 不怕插幾歲 是這個涵雅的新的專輯 對新專輯的 好聽喔 謝謝 後面大哥 吳郭寶有感動 他很喜歡這首歌耶 因為不怕插幾歲 哈哈哈哈 對 歌詞很貼近他的心情 是啊 我私底下才知道說 原來涵雅也是大學也是讀音樂系 對 那音樂的涵雅跟造詣就完全不一樣 沒有沒有 好 那明年 是 我看評審眼光是要修正的 哈哈哈哈 好 不修正的話我們再來討論 哈哈哈哈 好 好那我們今天謝謝涵雅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紅衣大哥 謝謝 好那我們今天進到這邊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